我買的是這個 我記得是新風色吧 是平板殼 我們現在趕快折 我好怕我摔到它 然後今天我是要來開一下我新買的平板 然後是買mini的 因為呢我長期呢都是用手機在剪片 但是呢我現在就是長期使用手機剪片 然後手機螢幕就很小 我現在度數已經從75度跟50度已經變成200多度了 iPad mini大概是iPhone的兩倍大 我自己目測啦 有一些字體什麼可以用手寫 或者是做鎖圖可以用手寫 我還加買了一個Apple Pencil 今天就來跟你們開箱啦 因為這個新的iPad mini真的超級缺貨 我唯一只能找到這個燦坤 就是在特立屋那邊的燦坤才有貨 然後我買的是什麼 什麼星空色 我們就來開箱吧 就是它有外包裝 然後我買的是256GB 因為需要剪影片那個 它的容量要比較大 不然影片會存不下 因為其實你們在鏡頭前面看到3-4分鐘的影片 其實背後可能都是 好幾個小時的素材 換個角度 那我們就來開箱囉 蘋果的東西真的很有質感 這是這一台 然後呢這個已經貼好膜了 但是因為我要拍開箱 所以我又請它包回去 現在時間已經10點半了 我剛跑了兩間店才買到 我買的是這個 我記得是星空色吧 它就是偏銀色 很漂亮 因為那個人說 你貼霧面的膜的話 那個Apple Pencil在上面寫的觸感會 就是有點像我們 寫在紙上面的觸感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它的說明書吧 對 iPad mini 這都是它的那個 使用說明 然後注意事項什麼的 喔我真的超愛收集蘋果附贈的這些 他們的logo的貼紙 再來呢 它裡面有這個 它的插座 然後呢 iPad mini的充電頭 是用Type-C的 跟充iPhone是不一樣的 亮晶晶很漂亮 就是它的充電線 然後它兩頭都是Type-C的 所以 蘋果就耍一點小心機 就是你們一定要買 他們的這種插頭 不能插USB的 然後呢 接著我們來開 我們的殼 就是平板殼 還有Apple Pencil 是平板殼 我們現在趕快折了 我好怕我摔到它了 我是買一個灰色的 這樣子灰色的 它裡面這邊是可以放 就是Apple Pencil在旁邊的 這個殼也不便宜啊 700多吧 這是我自己覺得很好看 很滿意 然後它也是可以這樣子 用你架子平板的 接著我們來拆 來 Apple Pencil 它也要有那個小鼠 米鼠 這是我們的Apple Pencil 我撕的很沒有質感 然後它這邊是有磁吸的 這是什麼 二代 它一樣可以吸著 但是它也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它是吸著的時候 它就是順便充電 這樣子 好的 那我們就來把我的這個 平板來做開機 然後連一下這個Apple Pencil 開了開了 然後剛剛小姐是跟我說 就是它設指紋的地方 是在這個開關的地方 所以你這樣碰著它 就會 可以解鎖你的指紋 然後它最多可以設五根手指頭 然後它霧面的膜 就比較不容易會留指紋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囉 那我們現在來用一下設定 然後控制中心 我們先加一個 螢幕錄製 我直接在這邊操作一下 給你們看 我們先去設定 然後換一下背景 後面用這個 這樣呢我們就完成了背景 這個版面無法接受 然後我們來下載一下 然後我們來下載一下 TapCart 跟IG 它還是給你 再到了 這個有一個搜尋網圖的軟體 好像差不多就是這些軟體塑膠 差不多了吧 來設定一下指紋 我們現在就來連接一下我們的Apple Pencil 繼續 好 好 大致上就是這樣剪片 那我目前也想不到什麼其他的功能了 對我就先把我主要買這台iPad會用到的功能就行 這樣試試看 這就是一個不簽名的小孩 我一會兒又好戲好像要發霉喔 好 這樣隨便 就這樣 我要看會不會在變 好 然後我們可以用這個壞的愛心 沒辦法用那個美光刀 然後就可以把它剪下來 好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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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